這邊有沒有一個信號 表示你沒有safe 沒有safe大R裡面就不會有 這個是非常容易犯的錯誤 那這裡的話呢把它safe一下 safe之後的話呢 那這個大R裡面就會有了 接下來的話我們就 開啟程式 那我們開啟這個好了 main activity 因為我把剛剛那個刪掉好了 那個不要用好了 我只是示範給各位看 你可以轉移過來用 那我們開一個新的專案裡面會有個main activity 在source底下對不對 所以我uie介面設計好之後 再來就要撰寫程式 那撰寫程式的流程也是三個 就是什麼呢 宣告物件嘛對不對 然後連結元件 再來建立事件就這三件嘛 對不對 就你記起來之後 就可以開始寫了 那寫的方式的話你就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呢 分別在這上面我的習慣這樣啦 反正無論如何 你不會撰寫程式你就先講 打註解應該會吧 而且你不要連註解打的位置都不知道 那你程式就應該就要寫得好也很困難 這個位置 那你就分別把這三個打上去 那再來就宣告 連結事件 程式就寫完了 直接執行在模擬器裡面看看 結果對不對 就ok了 所以請各位先把那個剛剛的畫面部分 ok先做出來 那再來如果說你實在是不希望有金彈號有的我發現這有的人你會有 就是要叫做什麼 寫程式的潔癖 反正看到金彈號就會覺得很恐慌 我說你不用緊張 黃色的不要理他 但他就是老是這個我看了就覺得 看到就覺得很 就好像有一點點髒東西啊 在那地上有一點髒他就一定要把它擦到乾淨 那我說不然你就把它怎樣 做成 自竄資源檔 如果說你覺得這個金彈號實在是很不舒服 讓你覺得渾身 不對勁的話 那你就在 Street裡面建立一下 反正以後的流程大概是這樣子 你也不用 我說真的 為什麼 Android會學不好的人 多半都是 會把細節放大 把那個小地方小錯誤用無線放大 那他就忘了就是說 標準的SOP就是這些就好了 你如果說 暫時把它忽略掉你會學得更快了啦 如果說你是那種很喜歡鑽牛角尖的人你程式應該是 很難寫得好 因為你有太多不懂的地方 那我覺得你們就是暫時先把這個UI界面 反正做完 那做完之後的話Safe 再來就是寫程式 那程式部分的話呢 建 你就回頭看一下 你那個Hello World的那個三個 標準流程 然後也思考一下 程式要怎麼撰寫 還有攝氏轉華視 好像我們前面 是不是有個範例有 這一題嗎 那程式 Java的程式拿來用 程式就寫完了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 寫app 也很簡單 OK吧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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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